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又来给大家推荐好楼盘了 那么配合我们V加不动产研究院专门设计打造的V加新级房屋评分体系呢 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好盘了 那么呢近期也是收到了很多关注朋友的咨询啊 有一些的客户呢也已经在准备下订单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是带着养老自助这样的一个主要目标 来给大家选楼盘 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站在我们的售楼中心这个位置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地园月堂阁这个楼盘 是位于我们的珠海高西区的科创北围片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区位交通项目的配套 房价走势产品的自身等等的多大维度全方位的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个楼盘适合自助养老 那么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讲讲这个项目的一个区位和交通这两大维度 告诉你它的优势在哪里 那么首先呢项目是位于我们珠海的高新区 在这个板块图也可以看到 那么首先说明是高新区嘛 很多的企业入驻啦 很多的产业员在这边落户 那么目前呢这边的已经成功入驻了 有一千家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在这边落户 这些企业呢涵盖的一个产业类目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新能源以及高端制造业等等的一些产业类目 真的激活了珠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声势 同时呢带动了人才的涌入啊 住房的需求啊 整一个片区的一个声势价值可以说是十分的充足的 那么再看回我们整一个项目具体的一个位置 是位于我们的珠海北站的一个东侧 那么首先呢北围这一个板块呢 它是以珠海北站为分界线的 那么在它的西侧呢 就是它的一个居住板块为主 那么我们的B区 那么我们的目前的项目就在这一块 那么可以看到又是规划当中的小学幼儿园 都是在这一块 那么它的A区呢 就是我们重点的一个产业园的规划 就在这一边整体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企业在这边去落户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区位呢可以说是相当优越的 并且呢它对标的是我们的深圳高新区 那也是对标我们的那个南山科剧园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价值板块是实力是非常雄厚 所以在区位这一块呢 我们会给到十分的一个满分 好讲讲讲完了它的一个大区位 我们再来看看项目的一个交通情况 那么我们项目所处在的这个科创北围 它主打可以说用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海陆空铁内连外通全覆盖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首先看回我们的一个跨市交通 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三座的大桥 那么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小时之内直连深圳和香港的 那首先看回我们的深中通道 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基建 那么它会在明年的六月份会开通 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使用我们的这个金型快线二期 那么预计也是会跟深中通道同步开通 那么未来呢就会就可以从我们的项目所在地 直连到我们的深中通道 大约会是在45分钟可以直达我们的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那么除了我们的深中通道 还有我们项目的在我们项目的落脚点呢 也会有一个深珠通道的一个规划 那么目前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深珠通道就已经成功的中标了 那么未来呢可以实现30分钟指导我们的深圳舍口 所以说然后那么第三大座大桥呢就是我们的港珠澳大桥了 现在已经投入实用当中 那么从我们的项目这一块未来等到新页快线全线开通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30到20到30分钟以内直连到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 那么所以说整体的一个跨市交通这方面呢就可以实现我们半个小时到一小时之内直连我们的深圳和香港 好那么说完跨市的交通我们的外联 那我们的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内通如何呢 那首先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项目的一侧呢 就是我们的珠海北站直线距离大概是500米 如果不行的话大概是需要700米左右 那么我们往北呢就可以乘坐我们的广州城轨 一直通到我们的广州南站 那未来呢广南联络线建成以后呢 我们乘坐城轨呢也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广州市中心那一块 那么往南呢回到我们的市区内 那么我们可以乘坐我们的一个珠基城轨的一期直到我们的恒情板块 那么未来等到今年的年末或者是明年的年年初的时候 珠基城轨二期也开通了之后呢 未来我们在我们的珠海北站就可以直接坐到我们的珠海机场这一块 所以说铁路这一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 好 那么说完铁路这一块呢 那市内的一个陆路交通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开通的这一段精情换线呢 可以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的珠海市区 那么还有我们近期已经开刚刚开通的我们的吸涅快线的一段吸线 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在20到30分钟之内直连到我们的珠海城区 可以快速连接到我们的极大老乡州板块 极大板块以及我们的珠海的南平板块 那么整体的说下来的话 我们的项目所处的这个北围的居住板块呢 就可以直连到我们珠海整一个乡州的整一个片区 包括我们的老乡州极大板块 前山板块 还有南平板块 以及到以及到我们的横崎区域这一块 都是整体的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所以说交通方面也是十分的方便 那么说完了铁路和路运的话 那么有我们的海运呢 这一块呢有我们的唐交港码头 那它也是即将要开通的一个码头 那么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明年的年初左右会开通 整体呢就可以实现一个30分钟 直达我们的深圳蛇口港码头 好那就是那其实离项目不远处呢 也有我们的九州港码头 也可以快速的连通到我们的香港 好说完了海运 还有最后的空运 那么整体这一些我们的陆路交通 还有我们的铁路交通 整体的一个通畅度呢 也能够让我们这个片区 快速的抵达我们的五大机场 包括我们的 我们自己珠海的珠海金湾机场 还有我们的香港国际机场 以及我们白云 广州白云机场 还有我们的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交通呢就可以做到海路空 铁全方位覆盖 做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一小时的生活圈 所以说呢在交通这一块呢 我们会给出九分的一个分数 好讲完了区位和交通 两个比较重要的维度 我们再来讲讲项目自身 它的配套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来讲讲 离的它比较近的一些配套 例如说它的底商 那么我们可以看回沙盘的这个位置 它也有自带了2800方的一个底商配套 好那么预计呢 现在已经基本在开始招商了 那预计明年交付的时候呢 这些商业也就可以落地 给到大家去使用 预计也会是有钱大妈 有还人万家这一些的商业 还有一些食店等等 然后呢在它项目 也会配件一个幼儿园 那么也会在明年移交给到政府 然后的话在它的 这边呢是它社区自带的一个运动场 有篮球馆 有一些乒乓球台 还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公园 这样子给到大家去使用 好那是项目自带的一个 礼商配套还有一些社区的配套 那从整一个大的区域来讲 那里我们现在一直到交付 到时候可以落地的一些配套 就比如说它现在已经在运营的一个 里有能项目驾车 大概五到十分钟的一个距离 大德世贸广场 这是其中一个配套 那么还有另一个呢就是保龙城 也是一个离的比较近的一个配套 大概是三公里左右 那么未来呢 等周边的项目也商业也落地呢 还有包括我们的华润呢 还有华发等等的一些商业配套 也会逐步的去落地 好那讲完商业这一块呢 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医疗 香港的朋友过来这边自住啊养老啊 那肯定也是要关心医疗这一块的一个配套 那么首先呢 在这个片区呢 我们可以做到30到40分钟的路程 能够直达我们香州主城区的五大三甲医院 那么首先呢 珠海有五大的三甲医院 位于我们的珠海香州主城区 所以呢 我们的项目呢 也是可以在30到40分钟的一个路程之内 能够快速地抵达这几所的三甲医院 那么除了我们的主城区的一个医疗配套 那么本身我们北围自己呢 也有在规划高新区人民医院 北围院区呢 也即将在今年开始动工了 那么预计会是在2026年的年底投用 那么除它也是定位为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 那么除了大的医院呢 整一个片区呢 也会规划六到七所的社区诊所 和小型的一个诊所 给到大家一个日常的需求 那么讲完医疗的配套 我们来讲一讲它 平时我们生活休闲娱乐 供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公园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比我们最近的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规划中的公园 还有比它最近的就是我们的 一个奇奥岛的这个红树林湿地公园 还有我们的主城区的板杖山森林公园 还有我们的凤凤山森林公园 其实整体的一个公园配套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其实它往返主城区的一个交通 也是越来越便利 选择性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跟主城区这边的交流和互动 也是非常的密切的 好那么讲完我们的商业 医疗 还有我们公园啊 休闲娱乐啊 的这些配套 那么再讲讲 它的教育配套又怎么样呢 首先可以看到它整体规划了有非常多小学和中学和幼儿园的这一些规划在里面的 那么整体的一个落地呢 可能会在两到三年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你甚至可以发现它的一个规划的落位点其实都是非常相近的 其实未来它也会打造的一个比肩香州区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 甚至可能未来会将会超过香州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配套 所以说在配套这一块呢 我们会给到区分的一个分数 好那么讲完了区位交通还有项目的配套就三个维度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产品它的交付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户型呢 是我们的一栋 那么首先项目整体会规划有三栋 那么目前在售的是我们的一号楼一栋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这个 适用于养老自住的这个产品呢 是位于我们的这一侧 这一侧的一个户型是一个107方 3加1两厅两位的这样的一个房型 那么它的一个交付呢 大约是在明年的年底会进行交付 所以说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其实也是一个准线楼的一个形式了 所以在交付情况这一块呢 我们会给出9分的一个分数 好介绍完了项目的区位交通 还有项目的配套交付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项目的一个开发商 它的一个品牌属性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的开发商呢 就是我们的天地元 孙正 它是属于我们的上市国 其天地元 是我们西安高科集团公司 旗下的上市公司 那么集多元业务板块的议题 那么它的在2022年12月31号 它的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了403.08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资产量级 我们再看看它布局了全国的六大经济圈 有16个城市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布局 有我们的金金义经济圈 我们的西部经济圈 中原经济圈 长相角经济圈 成余双城经济圈 以及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 在开发商的维度这一块 我们可以给到10分的一个满分 好 那么讲完它的一个开发商的情况 我们作为我们业主来说 用于自住和养老这一块 那我们肯定也很关心小区的一个物业情况 那么我们项目呢 也是采用开发商自己品牌的一个物业品牌 大家可以看回这里 就是我们的天地园物业 人文物业用心住家 那么天地园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具有国家一级的这个物业管理资质 那也是我们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常务理事单位 陕西省西安市物业管理协会 副会长单位 这个物业成立十余年以来呢 也是秉承着 亲情尊重传承 创造的这个服务理念 也是逐步的实现管理的规范化 以及一个服务的标准化 团队的专业化 全面升级 那么它的物业管理的范围呢 有包括住宅 有别墅 有公寓 有商业 写字楼等等多种的一个业态 所以说在物业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可以给到九分的一个分数 好 讲完了这么多的内容 有包括我们的区位交通项目的配套 交付情况 还有开发商的品牌属性 还有小区的物业 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 它这个项目有什么 哪些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呢 那在我们这个销售楼中心 也有一个公式牌 可以给大家去了解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 第一个有可能产生的一个噪音啊 可能产生异味啊 或者是有一些电磁辐射的因素 那么整体来看呢 噪音的位置呢 可能离我们那个三号楼会比较近 跟我们目前主推的这个一号楼的户型呢 可能会比较远 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么可能会有意味呢 就是在这个东北角会有一个垃圾收集站 还有一个在二号楼呢 可能会有一个化分池的一个设置 但是整体来说 跟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一个产品的位置呢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整体的情况看来呢 在不利因素这一块 我们也是可以给到九分米的高分 好那今天上午呢就已经讲解了七大维度的一个内容啊 还有给它进行足够的评分 那么等会呢我们就会去具体看看我们样板间的一些装修的标准啊 还有它整体的一个户型设计去看看产品的自身呢 它又值多少分 还有包括我们的居住宣存呢 性价比 还有这个片区的房价走势 我们看看以下这四大维度 这个产品又在哪一些维度能够满足到我们养老和自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好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我们一号楼的楼下我们的架空城这里 那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养老自住的户型是107方的 三加一房两厅两位的这个户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样板间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大楼的大堂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一个小的沙盘 那刚刚我们所在的呢 就是我们的销售中心在这一边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在我们的一号楼间主推的这个产品 我们就在这一栋楼的加工层 那么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 好的 现在呢就带大家来看我们的样板间 今天推荐的这个户型是107方 三加一房两厅两位的这个户型 那么在我的两边呢 是我们的电梯门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栋楼的话呢 它是梯户比呢 是两厅四户的 那么在我的这边呢 是我们两套的87方的一个户型 那么在我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户型 就是97方以及107方的这个户型 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个107方的户型吧 那么首先进来呢 这边就来到我们的样板间的这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消防走廊 那么其实像以后的话 在这边会设置一个户门 相当于这一条大的长廊呢 其实私密性还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这一个是我们的安全出口的一个通道 那么一般情况下它是会关起来的 大部分可以锁啊 就大家都可以关起来的 那么相当于说从刚才那个 这个卷关的位置到这边的话呢 它是做可以做我们业主自己平时啊 可以比较多的一个私密空间吧 虽然说它是公共的区域 不过呢 实际上操作起来呢 大家的私密度也会更高一点 好 那么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107方的这个户型 那么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户型图 也是非常的方正一个户型 那么它的房间呢 主要都是分布在一侧了 也是做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利用率吧 还有它的这个5米9的一个超大阳台 然后呢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交付标准 好的 那我们就先进来看一看 首先是我们的入户门 也是配了一个三合一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电子锁 好 来 再进到 首先就是我们这边玄关啊 玄关的这一个交标 就是我们这个壁柜 它是一个作为一个交付标准的 然后就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客厅的一个预味吧 好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卫生间用到的这个洗手盆呢 是摩恩的一个品牌 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 然后呃这个就是交标了 那呃到时候呢 预计是会使用摩恩这个品牌 不过也可能会使用呃其他品牌 那肯定是保证同等档次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 马桶呢也会呃送给大家 然后呃这就是呃 那那浴室的门呢也是做了一个三开门的一个设计 也是比较方便大家去进出啊这样子的 然后也会有这个淋浴的给到大家 好 那么讲完了浴室的我们的一个交标 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客厅 大家可以看到客厅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 就是说107方的一个户型 它的一个呃 客厅可以 它的客厅可以做到这么宽敞的一个布局 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边 它其实既是一个走廊也是一个公共区域 就相当于说我们的呃走廊呢也是作为呃 可以作为客厅去使用 像平时如果我们有比较多的客人来了家里玩啊 就可以把这个餐桌稍微往中间移一点 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的一个餐桌 整整一个空间利用率就非常的高了 所以说呃就整体而言的话107方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呃利用率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房间的格局 好首先那先来到第一间房 其实它这个呢是呃阳台 那到时候交标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个飘窗 然后其他这些吊顶呢都不保在里面 然后就这样的话呢 它会呃呃赠送一半的面积给到大家 后期呢如果是想去呃改造房间也可以参考改造成一个书房啊或者是客人房这样子 好介绍完我们这个阳台呃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地我们的其中一个客房 它就是呃像我们样板间做的呢就是把这个呃大飘窗啊连着我们就做了一个榻榻米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整理的空间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开阔 是非常呃不错的一个装修的理念吧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合适啊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风格去进行设计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呃厨房在我们客厅的里头 对所以说是非常开阔的做了这么一个大厨房给到大家 那厨房这边的一个胶标呢就是会有厨房三件套给到大家呃呃送送给到大家 还有呃这个碧柜也是送送给到大家 呃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呃呃做了一个单槽的一个设计 这个也是一个胶标 另外呢也做了一个呃冷霸的这样的一个呃系统给到大家也是一个胶标 那之后就像其实我们经常去看一些项目啊 其实很少会有说兼顾到在厨房安装冷吧 这样的一个系统吧 也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我觉得像平时我们在家里做饭啊 也是比较热的 那像如果把客厅的那个空调打开的话呢 可能也是比较耗电的 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冷吧 可以享受的话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我们来讲完了厨房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个房间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间客房 它这边呢就没有做一个榻榻米的设计 其实如果有失求的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把这个飘窗 也做一个榻榻米的设计 其实整体的感觉上会更开阔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主人房 我们主人房的一个阳台呢 其实是会通到我们客厅的大阳台 其实它是一体的 整体是做了一个一体的设计 那么我们客厅加上我们主卧的这个阳台呢 全长大概是5.9米的 100到110方这样子的一个户型 一般来说3米到4米这样的一个阳台的设计会比较多一点 像它这样子打通的话呢 整体的我们平时活动的区间也会更开阔一点 我们的主人卫生间主人房的卫生间就在这边 整体的交付标准呢 跟我们客厅的浴室是一样的 也是采用了这个三开门 然后呢我们的马桶呢也是送送给到大家 还有我们使用这个是摩恩的一个洗手盆 好 那整体呢 它的它的优点呢也是非常的多 首先呢 它采用的是这种公共型的这种走廊 它就提高了房间的一个利用率 然后把我们的整一个客厅的空间扩大到最大 让它就是像我们平时像我们聚餐啊 开party啊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配合上整体的一个布局设计 把我们的走廊做成这种公共型的走廊 再配合它的一个大飘窗的一个赠送呢 还有我们两个阳台面积一半的一个赠送 它是房间的使用率是可以做到 得房率是可以做到93% 所以说像我们这个107方的一个户型呢 最终我们得到的一个使用面积 大概会是在99方左右 那再加上我们外面这个比私密性比较高的这个公共区域 它是主要还是以塔楼的设计 比较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的得房率呢也是非常的高 好那么讲完了它的一些优势 我再来讲讲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那首先作为塔楼来说实际上它的一个采光啊 那还有一个确实会存在一定的视线有遮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样板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三楼的一个样板间 大家可以从阳台这边可以看到可能会有一定的视线的遮挡 不过呢 我们像我们再往高层一点到七层的话 因为我们侧边的这个商业也是已经最高已经到七层了 那如果是七层啊以上的一个楼层的话呢 那整体的视野就会非常的开阔了 那现在整体的中层和高层也是有还有一定的货量的 但是这一套的一个户型呢其实去化也是最快的 好除了说到那个采光还有遮挡这一块的问题 那另外呢它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说在装标这一方面 它整体就会内容可能就比较少 除了我们的厨房三件套还有我们卫生间的一个洗手台 还有马桶还有五金其他的内容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户型的设计的话因为它把房间设计在了过道的一侧 然后阳台设计在另一侧 那虽然整体是一个正朝南的一个户型 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想要家里的通风更好的话 可能就需要去将房间和阳台的窗户都打开 这样的情况下去做到一个通风 然后整体下来的话呢 它装标呢就是该有基本上能够涵盖的 它也涵盖了 但是就是说可能品牌方面 可能就做了一个比较中端的一个品牌的交标 那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我们在挑选楼层的时候呢 也需要是注意就是尽量可以买中高层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就不会有更多的一个视野遮挡 那整体来说呢我们也会给天地园月堂格107方 三加一房两厅两位的这个户型呢 它的产品自身给到9分的一个高分 好那么讲完了以上的这一些维度 包括我们上午总结的七大维度 以及我们产品的自身 把这个户型用来自住是非常适合的 养老啊等等 所以呢 它的居住圈存 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 那么上午也跟大家讲到了 科创北维 它作为我们珠海高精尖企业的一个聚焦的地方 一个资源发展的核心区位 那它所吸引的一些高端人才啊 产业人才也是非常的具有这个红心能力的 所以呢 在这一边购买的一些主力人群呢 就包括像我们邻近的这个大学城里面的老师啊 或者是这一边工作的这些政府工职人员呢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像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上班的那些产业工人啊 还有一些高级白领等等 所以呢 在支柱圈存这一块呢 整体的素质都会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维度呢 我们也会给这一个项目呢 达上9分的一个高分 那讲完了我们的支柱圈存 那像我们自己买房子用来自住的吗 刚刚我们也总结了产品的这么多优势 那实际上来说它的性价比又是怎么样呢 那总的来看的话 我们107方的这个户型呢 它的均价是在23000到25000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区间 那可能说有一些特殊的户型 比如说它的房间的编号啊 这个区位的一个优势 那么我们讲完了产品的自身 还有它的一个居住的圈层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片区的一个房价走势 那买房子吗 不管是投资啊 还是自住啊 那肯定也是比较关心啊 我在这一块区域 哎我买了这个房子 它的一个房价有没有足够的潜力 那就算是用来自住的 那我们也不想自己的房子贬值 我们就要比别人供更多的钱啊 所以说那整一块的片区的话呢 它的一个规划来说 从政府的层面的角度来看呢 这边的产业配套啊 以及政策扶持啊 也是非常的给力的 像不停的有新的高精尖的企业在入住啊 每个月每个月 珠海市政府这边高兴区这边都会有 传来新的一个产业园的一个电机啊 或者是有新的一个封顶啊 等等的这样产业的好消息 所以说整体的片区它红西人才 以及红西一些资金啊 促进住房需求这一块呢 它是非常的有声势的潜力的 那再结合我们在这个片区最高的房价的时候 是可以做到均价可以卖到三万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均价 现在的话呢 价格稍微是有所往下滑 但是呢 伴随我们深珠通道这个大基建的一个逐渐兑现吧 我们再看回一海之隔的我们的深圳前海 现在目前的均价是十万左右 但其实实际上来说呢 可能会到十三到十五万这样的一个区间 整体来说是非常可观的 因为目前呢 我们现在已有的配套呢 像我们北围这一块呢 它其实已经能够做到一个内联十分的通达 那等到深中通道正式落成呢 我们这边去深圳也同样方便再配合我们自己直达使用的我们的深珠通道 所以说未来的一个板块的价值呢 还可以往深圳前海这边去凑一凑 所以整体是非常的有声势的潜力 所以在房价走势这一块呢 我们也会给出九分的高分 那总体而言呢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个户型呢 在性价比啊 还有它的区位交通啊 还有项目的自身配套等等的这些方面 还有包括它的房间的一个格局啊 设计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 所以呢 我们总体呢 给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项目呢 打出94分的高分 就是从各个维度来讲 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过来这边养老啊 自住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户型感兴趣的话 赶紧联系我们的WhatsApp官方的客服 去跟它进行沟通 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解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呢 赶紧来咨询 另外呢 这个户型因为也是热卖的户型 目前的一个区化呢 也是去到了50%到60%了 所以好的楼层呢 也不多了 因为它每一层只有一个这样的户型 一共层高 也就33层 所以说货量真的不多 大家喜欢的话 赶紧抓紧时间来 WhatsApp联系我们吧 好 那么这就是本期的楼盘推荐的全部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